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家签论 我是志豪 今天出外景能跟大家聊的这台车 哪吒U2 哪吒U2 这个2很关键 因为哪吒U这个品牌 其实或者说这个车系 它销量一直是不错 累计卖出了7万多辆 广东的市场也是占全国第三的 而要知道它月销量在同级别中 4到6千也算是一个不错的数字 但问题就是这个数字的背后 他们说用户年龄层稍微高了一点 平均年龄是37岁 那么同时男性用户也是占居多了 所以这次他们U2这个改款做了几个变化了 首先是有一个新的配色 可以说是两种新配色 一个是粉色的 它好女性用户 第二个就是年轻男性市场的黑色 搭配一些荧光的这种点缀 官方说是有一种电竞的味道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配色怎么样呢 弹幕刷起来 那除了颜色包装之外呢 第二点很简单的就是它这次的这个配置价格 会更加的简化 SKU那个清单会清晰很多 以前呢又会分这个什么网约版 这个版那个版看的演化凉乱 而现在直接看尾标就好了 尾标就是跟电池容量的有400 500 600 那600的版本最高是去到有80度的这个大电池 那么具体大家根据自己的日常需求 从出行的轨迹来规划到底要买多大电池的版本啊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就是根据年轻用户市场的下放一些我们主流的旗舰的一些智能化的配置 比方说车机8155芯片 除了最入门的12万元的那个Lite版本之外呢 从13万开始已经是标配的了 一直到15万的顶配 同时呢除了815之外呢 还可以额外选装地平线真诚三日这个辅助驾驶的整套硬件 还有芯片等等 那支持的是L2的高速的辅助 还有中低速的自动泊车等等 这些配置呢 账面看就是一堆数字 好不好用肯定要实测才知道 所以这就是叫我来的目的 直接看看这两个科技配置好不好用 Let's go 关于这次升级的部分呢 我们就分以下几个点来单独的分析吧 首先要说这次标配的这个8155的确是很赞 那么要说明的是呢 这次的标配是打个双引号的 因为入门版的Lite版本呢 是还没开始有了 所以呢要从13万6千8的版本开始往上 才能够买到这个8155的芯片车机 所以它的体验也是尤为重要的 值得肯定的是呢 它对日常的一些操作 比如说操控的反应啊 触控啊 响应性等等的优化 真的是做得很到位 你是完全不用担心 所谓的那些卡顿跟不流畅的 尤其要知道 它是在15万元这个区间级别内 这种流畅度的体验 绝对算得上是优点了 但如果硬要挑刺的话呢 我觉得在地图的拖拉的细节 还是可以再优化一下的 目前给人的状态是 它的加速度好像给的有点太大了 所以轻轻一拖拽的话 很容易这个力度控制不好 整个地图就会飞走了 所以是不太容易在地图里面 微操找一些地图所在的定位的 当然除了触控的响应性快之外呢 语音指令也是非常迅速的 体验最明显的呢就是唤醒词了 基本上就是一喊就到 它甚至快到有点抢答的意思 那官方给出的信息是说 它的唤醒词响应性 可以做到小于300毫秒的 那这个速度真的是相当的惊人 那么同时呢 它也是支持连续对话功能的 所以呢在影音部分 无论是导航多媒体 甚至要看视频 都是可以通过语音直接触达到的 我要看蜘蛛侠 平行宇宙 那包括屏幕上面大部分的按钮呢 你都是可以直接用语音来代替触控 直接触达到这个功能的 选集 第二季 第二季 当然了语音功能也不是说这么的完美啊 你要挑刺的话呢 还是挑得出来的 它目前的语音指令 还不支持部分的车控功能 像驾驶模式 比方说经济模式啊 运动模式的切换 还有单踏板的切换等等的 暂时是不支持语音控制的 不过好在这次哪吒U2的语音是支持主副驾驶双驱控制的 同时呢副驾驶的语音控制权也进行了一些分割 像常规的多媒体啊就是可以控制的 但是在副驾方面是没有办法控制 像辅助博车 包括车控方面 360全景影像的开启等等的 这一部分的权限分割 我觉得还是做得很好 值得点赞了 打开全景影像 打开辅助博车 好了说完免费发放的8155 下面就要聊一聊要额外花8800选装的 这个地平线芯片的辅助驾驶功能了 从功能上来说呢 这次的辅助驾驶功能是支持L2级别的 也就是ACC加LKA的车道保持 还有打灯变道 那目前呢还是处于一个β的阶段 所以现场的体验可能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稳定 有些细节也是可以再斟酌一下的 首先呢我们就从最常规的ACC自信巡航说起 它的主要的表现是在于加减速的力度有点不太同意 加速给人感觉就比较的绵软佛系 甚至有点跟不上车流的感觉 但是呢减速就会特别的用力了 那么好几次呢在距离比较远的情况呢 它监测到前车的减速 它也会很快有一个减速的反应 所以从体感上来说还是比较的突兀的 那至于LKA的车道保持功能来说呢 它目前的走中性在高速上还是不错的 小曲率的拐弯呢转向输入还算是很稳定 不过我们也发现了目前的打灯变道功能呢 它启动的这个预值呢是在70公里以上的 所以呢有一次在下高速之前的变道 车速可能刚好降到了60以下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即便打了灯 但是系统呢也没有进行一个变道的功能 我们觉得这个宽容度可能稍微再加快一点 我觉得60左右也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从这一点也反映出另外一个维度的问题 就是整套系统的交互感我觉得还是弱了一些的 所以无论是系统的激活还是意外的退出等等的一系列 只是一些非常轻微的提示音作伴 但是呢它没有过多的语音等等的提示 或者是文字信息的提示给到我们 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这部分还可以再优化一下下 交互感可以再强一点 好了说完道路上的辅助驾驶 接下来就是中低速的辅助泊车了 这部分的体验呢稍微会完善度更高一点 目前来看呢它的识别率跟识别的距离呢 还是有一定的要求了 总体来说你还是需要贴的那个车位比较近 它才可以识别成功的 那一旦车位识别成功之后 整体的驳入的效率跟速度 在同级别来说可以说是可捐可减的 属于可用的水准 所以综合看下来 目前这套L2级别的ADAS呢 表现总体来说是中规中矩的 但要考虑到它所处的15万元的区间 对手的功能也没有体验到很强大 所以呢即便是这样的水准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 好总的来看呢 这次呢在U2的智能部分的改款升级 至少在车机智能这一块还是值得肯定的 提升算得上非常的明显 毕竟只要不是买到400Lite的入门版本之外 往上开始你只要买到这套8155 它的体验呢已经算是很入流了 系统也很好的用上了它的算力 让整体的车机变得更加流畅更可用 至于需要付费升级的这台L2辅助驾驶呢 目前的表现来说呢并不算是特别突出 那考虑到目前它还是一个贝塔的状态 所以后续呢还是有不少可以优化的空间的 所以呢我们也等到后续体验完满血的状态之后 再就结论 看看大家值不值得花这笔钱来升级选装吧